这期分享中年第24篇,徐国庆本来还在跟张成光介绍案情 见手下爱将审讯完了那个狡猾的小子,便笑着询问道 怎么了小马,那小子撂了吗?到底是谁指使他去开车撞人的? 马纯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警惕地看了眼张成光,防备着他的心里一览无余 徐国庆见状,呵呵一笑,巧妙地缓解了尴尬的氛围,然后说道 小马,张先生是受害者的家属,他有权利知道基本案情,你就放心大胆地说吧 我相信以张先生现在的身份,不会擅自做主去干那些藐视法律的事 他这话说得巧妙,即没有得罪张成光,也把他矿进了威严的法律之中,让他在办事之前有所顾忌 果不其然,听见这话的张成光当即便表了态 徐队长,小马警官你俩可以放心,我张成光不是那种无法无天的人 我现在,只想揪出幕后黑手,让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既然有了这层保证,马纯纯便也放心了,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之后,这才说道 张先生,你也别乱想,沈俊他应该没有受人指使 什么?张成光本来还是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但在听到这话之后,惊讶得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就连一向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徐国庆也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刑警队会在第一时间就介入这起赵氏逃逸案 就是因为路人的口供说,赵氏车辆事发前一个小时,便等在河光小区门口了 而且案发时,也有目击者称,车辆并没有处于失控的状态 而是直直地冲向了那两位大妈 这明显就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驾车撞人案 怎么被马纯纯审讯之后,案情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马纯纯似乎早就料到了徐章两人会有此反应 于是赶紧拿出笔录给徐国庆查看 然后对张成光说道 张先生,据查明,赵氏车才刚满15岁 根本就没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年龄 最多就是进少管所 更何况表面证据显示,交通意外的可能性极大 交通意外?你他妈信吗? 那小子明明就是仗着自己是未成年才如此无法无天的 这么明显的顾兄杀人案 你他妈怎么办的?那一万多块钱呢? 从哪来的?你问清楚没有? 张成光此时也怒了 那里还顾得上这里是刑侦大队长的办公室啊 当即便指着小女警的鼻子质问起来 马纯纯却并没有生气 而是重重地哀叹一声道 张先生,我知道您母亲和他的朋友受伤严重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而罔顾事实吧 那钱他已经交代清楚了 是从赌场里偷的 根据赌场老板的口供 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说到这 他的语气又软了几分 我知道您现在心里难受 但咱们办案也得讲究证据不适 现在没有一条线索可以证明 沈俊是受人雇佣驾车撞人的 我们也很难办啊 张成光看着马纯纯这副理直气壮的表情 差点被气笑了 连连说了三个好字之后 脸色一变地反问道 这么说你们刑警大队是无能为力咯 行行行 那就让这个未成年杀手逍遥法外吧 说完 他便不再理会出言挽留的徐国庆 粗暴地拉开大门就往外走 哪知道门口居然还站着个人在 当即就跟他撞了个满怀 就听见砰的一声闷响 张成光纹丝未动 那人却狼狈地跌倒在了地上 手中的文件散了一地 长没长眼睛啊 赶着去投胎 被撞倒之人正是刑警队员杨伟 他见状他的居然是张成光 当场就爆发了 但张成光却懒得搭理对方 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迅速往办公室外走去 马纯纯满脸焦急地追了出来 大声说 你千万别冲动啊 张成光则一副没听见的模样 双手插在裤兜里 飞速地往刑警大队外走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马纯纯怕他会乱来 赶紧跑回了徐国庆的办公室里叫道 徐队 这下可怎么办啊 我怕张成光会发疯不受控制 徐国庆此刻却非常淡定 他缓缓地放下手中按卷 看了眼正在门外清理散乱文件的杨伟 然后才吩咐道 小马 你派两个队员去跟着张成光 他太冲动了 搞不好会惹事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张成光便打电话到地产公司请假 他老妈被车撞的事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 马建昌与范文成都很同情他的遭遇 所以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多刁难 很大气地让张成光安心去办事 不用担心工作上的问题 挂断电话 张成光并没有立刻去医院 而是静职去了一趟菜市场 买了一条黑鱼 又买了些排骨萝卜之类 大量涵盖的新鲜菜 回到家为老妈炖了汤做了饭 准备完这些之后 他才驾着车直奔是一医院而去 对于儿子如此细心体贴 父母都很欣慰 同时也有些担心 特别是老爸 他深知儿子有愁不过夜的性子 便把他拉到病房外 苦口婆心地劝着 成光啊 你可千万要忍住啊 你能爬到现在的地位不容易啊 别因为一时冲动而毁了前程 我跟你妈只求你平安就行 也没别的指望了 张成光轻松地一笑道 爸 你就放心吧 我懂法 知道什么是该干 什么是不该干 老爸没想到 儿子如此深谋远虑 当即便有些激动 连连称赞道 对对对 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不干那些出格的事 他俩正说着话的时候 远处一道倩影走了过来 正是王可儿那丫头 张成光不想让对方担心 所以便没把这些事告诉他 哪知道他却提着 大包小包的补品过来了 肯定是何道远 那个拿碟子吃饭的家伙 透露出去的他 猜想得果然没错 王可儿刚走到两人进前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何道远便从客室外 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一边跑还一边嚷着 小姐 小姐 东西太多了 您还是给我提着吧 他此时一脸谄媚的样子 哪里还有身为东江钢铁集团 第一秘书的威风啊 活脱脱一副 有钱人家狗腿的形象 老何 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张成光美好气地说道 何道远听见这话 神情微微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幸好王可儿及时地帮他解了威 成光 你就别怪何秘书了 是我逼问他 他才说的 老爸见状 赶紧打着圆场道 哎呀 谢谢你啊 王小姐 和秘书 大家伙别站着了 赶紧进病房坐坐 就这样 几人便在张富的带领之下 走进了病房 老妈虽然还不能下地 但见到这么多人来看望他 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起来 拉着王可儿谈个没完 正在此时 物业公司与安保公司的兄弟们也来了 手里同样提着一大堆补品 什么牛奶 麦片 脑白金的 只把隔壁病床上的大叔 给吓得面色惨白 还以为自己旁边床上睡着的是哪个大领导呢 住院部后门的花坛边 七八条壮汉 正满脸愤怒地抽着闷烟 人勇气呼呼地叫嚷道 他妈的 分局办事也太不靠谱了吧 那小子明明就是故意的 怎么被他们硬掰成了交通意外 难道里面有腐败分子搞鬼 张成光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抽着手中的香烟 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何道远见状 凑上前说 老张 不好意思啊 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王小姐带来了 他也是关心你 你别怪他 没事 我不是冲你 就是心情有些不好而已 老何你别放在心上 张成光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宽慰道 韩静插嘴道 老张 要我说突破口还在那小子身上 要想搞清楚 到底是不是有人指使他的 必须把他逮着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 到时候认那小子是铁打的 我都有信心让他开口 何道远被韩静这恶狠狠的语气 给吓了一跳 赶紧出言致指道 老韩 你可不能冲动啊 这是已经闹大了 难道你还想去行侦大队抢人啊 韩静眼一瞪道 是他们先不作为的 光听那小子的一面之词 我们怎么就不能行动了 难道这天下还没公理了 何道远一阵语色 张成光摆摆手道 老韩 老何说得对 咱们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 韩静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道 那该咋办 难道就让那小子逍遥法外啊 张成光摇了摇头 然后对何道远说 老何 你跟公检法的关系熟 看能不能找找熟人 我想跟沈俊单独见一面 何道远闻言 面色有些迟疑 思考良久 这才咬咬牙道 行 我去联系联系 不过你 也别抱太大希望 要想去行大见犯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分局行真大队 徐国庆坐在办公室内 手里拿着几份口供 正满脸凝重地对比着 而小女警马淳淳 则老老实实地站在他对面 一言不发 没过多久 徐国庆终于看完了所有的口供 于是开口问道 小马 张成光那边有什么情况没 他没有干那些出格的事吧 马淳淳摇摇头道 没有 兄弟们正在医院盯着他呢 现在有很多人去看他妈妈 暂时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嗯 徐国庆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喃喃自语道 沈君为了开黑车 而去废车厂偷车 偷完之后 把人撞了 又往曾经工作过的赌场跑 说是要偷钱赔偿给伤者 这也太巧了吧 我怎么觉得 好像在听故事一样啊 作为老刑警的徐国庆 虽然从多份口供中 没找出明显有漏洞的地方 但心里却还是生起一丝疑虑 沈君那小子的口供太牵强 太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了 看着他这副表情 马淳淳试探着问 徐队 您看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把沈君送去少馆所看守 还是在争取公益下 他毕竟才15岁 我相信 他扛不住连番审讯的 如果说了谎的话 一定会露出破绽 徐国庆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眉毛一条反问道 小马 如果是你呢 你准备怎么来办这个案子 马淳淳可以说 是他一手从警校里提拔上来的 这丫头虽然背景显赫 但却并不是那种 靠家里的饭桶 不管在大局观 还是办案思路上 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能力 所以他此时想考考对方 马淳淳思考了会儿 然后说 徐队 依我看沈俊的确有些问题 没有交代清楚 但也没张成光想得那么恶劣 一个年仅15岁的孩子 能有多大的城府啊 而且他的经历还那么悲惨 我觉得应该给他点时间 给他点机会 不如先把他送去少馆所待着 等冷静冷静之后 咱们再去提沈一次 或许到时候会有意外收获呢 徐国庆微笑着摇了摇头 正准备说话 忽然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 他赶忙接起电话 在一阵咿咿咿呀呀的答应声之后 这才满脸无奈的挂断 马淳淳好奇地问道 徐队 是谁打来的 是不是上级有新的指示 徐国庆点头道 是啊 政法委的杨副书记 亲自读案来了 让我们尽快 把警力铺在组织赌博案上面 把那些没什么太大一点的案子 先放到一边 马淳淳惊讶地张大嘴巴 杨 杨副书记都知道这两件案子了 徐国庆发出一阵苦笑 是啊 都说官当大了之后 就没精力管地方上的小事了 但我们的杨副书记却不一样啊 依然这么关心我们这些基层警员 呵呵 说到这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便果断吩咐道 行了吧小马 这事就按你说的办 先把沈俊送去少管所 等咱们办完活营网吧的案子 再去会会他 就这样 沈俊便在马淳淳 与另外两名年轻刑警的押送之下 乘上了前往郊区少管所的警车 因为被临时抽调出来 办理这件案子 所以另外两名年轻刑警 略微有些不爽 这也难怪 兄弟们正在分局突破开设赌场的大鱼 搞不好还能牵扯出身份更高的上线来 到时候立功受奖 前途一片光明 而他们俩则要护送着一个未成年的小毛贼去少管所 熟悠熟烈一目了然 两人此时有些气不顺 当着分局 警花的面也不好发作 所以便把血火都撒在沈俊身上了 直接给那小子上了背靠 不止如此 还勒得死死的 只把废了一只手的他给疼得哭爹喊娘 马纯纯健壮 心中有些不落人 于是在上车后就把沈俊的靠子给解了 谢 谢谢你姐姐 沈俊满脸感激地说道 嗯 不用客气 现在先送你去少管所 你放心 管教干部会照顾好你的 进去之后 好好冷静冷静 他一句话没说完 忽然前方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离警车十米处 一辆标志408猛地 撞上了前面的出租车 因为速度太快的关系 把出租车后备箱里的气罐 都给撞得弹了出来 正在开车的年轻刑警 赶紧把车杀停 好在警车性能优良 要不然也要追尾 年轻刑警猛地一拍方向盘 大骂道 操 事事不顺 马纯纯皱了皱眉头 吩咐道 小李 你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别出什么事 叫小李的刑警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点点头推开了车门 此时前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因为突发事故的原因 所以小半条街都被堵住了 一时间喇叭声响个不停 被追尾的出租车司机 当即便从车里跳了出来 指着4008的司机就破口大骂 4008的司机也不是擅长 见一个开出租车的居然也这么嚣张 毫不示弱地推开车门顶了上去 两人二话不说 就大打出手了 只打得鸡飞狗跳的 小李健壮 赶紧上去劝 哪知道这两人火气太大了 他穿得又是便衣 当即便陷入了两人的夹击之中 慌乱中挨了不少拳脚 后车里的马淳淳 见事态越演越烈 便吩咐身边的同事 看管好沈俊 然后拿着警官正下了车 果然还是这个黑皮小本本好使 只稍微晃了晃 正打得激烈的两人立马就住了手 比安淳还要老实 处理事故就处理事故 干嘛打架 是不是想进局里做作 马淳淳威严无比地呵斥道 嗯 面对刑警 两位人高马大的男司机 同时哑了火 满脸羞愧地把头埋进了裤裆里 被赏了几拳的小李健壮 怒火飙升 薅住两人的衣领 就狂叫道 打呀 你们继续打呀 妈的 居然敢袭警 你俩怕是不想活了吧 这边的打斗 早就引起了路人与被堵司机们的注意 此时 见警察居然在老百姓停手的情况下 继续动手 甚至还出言威胁 当即便围了上去 七嘴八舌地点平起来 马淳淳皱了皱眉头 赶紧把小李拉到一边 然后用对讲机通知交警部门 立刻派人过来处理 正在此时 远处一声吼叫声响起 就见另一个同事 用手捂着脑袋 从警车里跳下来 大喊大叫道 草泥马的 犯人逃跑了 你俩赶紧过来 马淳淳与小李一惊 哪里还管得上车祸双方的司机呀 撒腿便往回跑 就见那名同事正喘着粗气地靠在车身上 一只手捂着血红一片的额头 另一只手指着车流后方大叫 而警车的后座上则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沈俊的影子呀 妈的 小李愤怒地跺跺脚 掏出手枪便追了过去 马淳淳则赶紧用对讲机联系队里 在说明清楚情况之后 也跟着去了 任凭两位年轻刑警体能再强 追踪技巧再娴熟 也难以在地形复杂的街道上 追逐一个同样行动敏捷小年轻 特别是还举着左轮手枪的小李 把路人们吓得抱头鼠窜 道路上的司机们则是猛踩油门逃跑 这样一来 又间接地造成了几起车祸的发生 一时间 整条街上都混乱起来 终于在街尾处 身形灵巧的沈俊 成功地逃离了两名刑警的视线范围 卧槽 他妈的 犯人丢了 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小李郁闷地收起左轮 满脸烦躁地抱怨道 马淳淳则悔恨无比地看着沈俊消失的方向 他此时自责到了极点 本想着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 不适合戴手铐 哪知道对方却如此狡猾 居然趁着交通事故脱逃 小李 你放心 我会跟徐队老师交代的 这是都怪我 马淳淳低着头 一脸失落地说 我 看着景花这副模样 小李的情绪也有些低落 本准被英雄救美 大包大揽一番的 但一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 后半截话 硬是没有说出口 正在此时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 紧接着便是徐队长那极严厉又威严的声音 你们怎么回事 一个未成年人都看不住 我已经把沈俊的照片发给附近派出所和交警队的同事了 你们赶紧给我去找 找不到人就别回来了 整整一天时间 分局的三名年轻刑警都在配合派出所与交警支队的民警搜查沈俊的下落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沈俊那小子就像人间争发般的消失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 就连安防监控都没有拍下他的身影 终于在苦苦搜寻了近八个小时之后 刑侦队长徐国庆下达了放弃搜索的命令 主要是大面积的搜索行动太浪费警力了 又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徐国庆不得不地终止 这是严重了 分局成立至今 就没有发生过如此荒谬的事情 而且逃跑对象 居然还是个刚满15岁的的未成年犯人 三名年轻刑警回到分局之后 自然免不了一顿训斥 陶局长这次可动了真火 把三人对在徐国庆的办公室内 就是一顿暴躁的批评教育 就连徐国庆本人都没放过 只把平日里高傲如雄鸡的队员们 骂得狗血喷头 一个个恨不得当场挖个地洞钻进去才行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严重的独职行为 你 你 你 还有你徐国庆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一个未成年都看不住 白当这么多年刑警了 到底还能不能干 不能干给我趁早滚蛋 徐国庆低着头 陶局 都是我的责任 我事先没有安排好押送事宜 我愿意一力承担 他这话一出口 马纯纯就更加惭愧了 满脸愧疚地站出来道 陶局 不关徐队和其他同事的事 都是我办案经验不足 低估了沈俊的狡猾程度 他毕竟是政法委书记的掌上明珠 又是个女同志 陶先旺也不好过多指责 只好强压下怒火 背着手道 我也不想再追究谁的责任了 不过犯人逃走是绝对不允许的事 小徐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抓捕的计划 徐国庆这才把头抬起来 他理了理思绪 然后说道 陶局 沈俊的驾车撞人案 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 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说完 他便目光炯炯地看向了对方 陶局长抱着膀子思考了会儿 认真的点点头 嗯 你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 继续浪费警力 去进行大规模的搜索追捕 完全没有必要 咱们还是得从撞人案的根本入手 现在看来 沈俊出现在活影网吧 绝对不是偶然情况 我提议咱们从这里开始调查 看有没有认识或者熟悉沈俊的人 从而掌握到他的生活规律 然后再实施抓捕 嗯 有道理 陶局长点点头 小徐 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这起案子 已经不能简单地处理了事了 咱们分局的荣誉不能丢 一定要尽快抓到这个狡猾的未成年罪犯 是 几位民警见领导表情庄严 心中不禁一荡 满脸严肃地举手敬礼道 就这样 针对活影网吧的调查再次展开 徐国庆并没有继续增派人手进来 而是让以马纯纯为首的三位民警 戴罪立功 他的计划很简单 除了重审赌博案的高层管理人员之外 还对已经接受行政处罚的赌客们下达了一项通知 那就是谁能提供沈俊的相关线索背景 便能免除1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 除此之外 还有一笔不菲的现人费 这项将公折罪的福利刚下达没多久 便有个赌客通过拘留所的干部找到了徐国庆 此人名叫王硕 年仅17岁 有过多次爬窃盗窃的案底 属于那种底层混混中最叫人瞧不起的角色 据他交代 沈俊除了当过一段时间活营网吧的外围望风人员之外 还曾经是车站爬手小队的成员 而且组织级别比他还要高 跟着老大参加过好几次高档小区盗窃的行动 虽然有一只手残了 但他开锁的技巧却是一绝 偷车闯空门不在话下 但自从他们这个爬手团伙的老大被抓之后 这小子便拉着自己干起了偷车的营生 哪知道这行更黑 车贩子见两人年纪小 根本就不按照市价来收赃 上十万的小轿车只给几千块 比甩卖还要廉价 自此 沈俊便心灰意冷了 常年游走在城区内的各大赌博场所之中 但这小子似乎突然就赚了运 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王硕也不止一次想打探清楚这条财路 但却都被对方给糊弄过去了 报告政府 沈俊这小子可不是一般人啊 您别看他才十五岁 但手艺却巧着呢 在队伍里的时候 人称解锁大师 我估摸着他这条财路 就是靠着开锁换来的 王硕手里 拿着徐国庆发的香烟 满脸羡慕地说道 沈俊除了喜欢赌博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没 平常只是去赌场耍吗 徐国庆见对方这副调锅的模样 心中虽然有气 但还是尽量克制着 呵呵 王硕却根本就没发现对方的异常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之后说道 其实他的爱好 也不是赌博打鱼 他就是想一夜暴富而已 走到今天 都尼玛要怪那个洗头房的丫头 他妈的 前两年沈俊在公交站失手被抓 差点被人打死 最后就是那个丫头救的他 自从这事过后 沈俊每个月都给他送生活费 还他妈的给钱他读书 老子跟他这么好的哥们 找他借一两千块钱 都还要打欠条呢 听到这 徐国庆跟马淳淳顿时眼前一亮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真是绅士被逐步揭开的沈俊 终于暴露了他羁绊 一个游手好闲 平日里靠着偷窃赌博度日 甚至是充当撞车杀手的人渣 居然会给一个女孩送生活费 还送学费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那个女孩在哪 徐国庆此时已经急不可耐了 但王硕却端起了架子 他嘿嘿一笑 死皮懒脸地说道 政府 我这也算是自报了 您会不会羡慕杀驴啊 呵呵 我 我不是在质疑您啊 只是我不想再进少管所了 那地方真的不是人呆的呀 徐国庆冷哼一声 把手边的力群推了过去道 只要你给的资料真实 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盗窃了 我就放你一马 让你功过向底 呵呵 那时那时 王硕赶忙拿起烟盒 从里面掏出一根香烟絮上 啊 还有您说的那笔线人费呢 我 我把好兄弟给报了 在江中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打算去南方进场打工 当一名光荣的流水线工人 嘿嘿 徐国庆不耐烦地摆摆手道 你放心 警察说话算话 这笔钱足够你过上新的生活了 乐烈 王硕满脸产笑得道 那丫头好像叫夏慈悠 在红旗村的津津发廊里打杂 徐国庆点点头 然后对着手在门口的两名刑警挥了挥手 他当然不会立即放走对方 而是准备把他留在分局 一直到破案之后再履行承诺 王硕虽然年纪小 但对刑警们的办案套路却是门清 很配合地就跟两名刑警去了滞留室 等他走后 马淳淳满脸惭愧地说道 徐队 都是我一时心软 要不然沈俊也不会有机会溜走 我请求亲自带队去抓那个叫夏慈悠的小丫头 徐国庆却面色凝重地摇头道 车祸得是太巧了 我觉得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刻意为之的 我怀疑咱们分局里有内鬼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马淳淳惊讶地张大了嘴 徐队 难道是直视沈俊开车撞人的那个幕后黑手 徐国庆道 有可能 所以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 这样吧 你带着小李小张去那个晶晶发廊附近蹲守 看到沈俊出现 不需要命令 直接逮捕 回来就行 与此同时 沿江大道的天上人间水文化会所内 许久没有露面的柯彭文 舒服地躺在VLP贵宾式的单人沙发上 一个面容娇好 身材火爆的妙龄女郎 正卖力地帮她捏着脚 直舒服地磕哨哼唧唧个不停 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 小妞 手法不错啊 哪里人 今年多大了 柯彭文色咪咪地盯着对方大场的领口处 嬉皮笑脸地调笑道 尿灵女郎也是风月厂商的老手了 见柯彭文长相帅气 又土豪地包下了整个VLP贵宾室 便语气娇媚地回答道 老板 我是北方人 今年才刚满二十岁 还在上大学呢 本来柯彭文对她的观感极好 哪知道一听见这满口的大茶滋味 便有些异性阑珊了 正在此时 包房的门被忽然推开 一个身材高瘦 带着鸭舌帽的男青年走了进来 男青年建包房之中 除柯彭文之外 竟然还有人在 便不耐烦地冷哼了一声 把帽颜又往下压了压 柯彭文见状 嘿嘿一笑 对妙龄女郎说道行了 你先出去吧 妙龄女郎本以为今天调到了金主 哪知道这服务都还没做完 就要被赶出去了 当即就有些不开心 用发嗲的语气说 老板 你朋友来了也不要紧啊 我有个好姐妹 也是在校大学生 要不要我把她叫进来 我这位小姐妹的功夫可好了 保管让两位老板飘飘欲仙 说完 她还风骚地把裙脚往上撩了撩 露出一片雪白的大腿来 哪知道柯彭文却忽然怒了 破口大骂道 草泥马的 听不懂人话呀 让你滚没听见 信不信老子赏你一巴掌 妙龄女郎被吓得一哆嗦 满脸委屈地拎起化妆盒 非也是地往包房外退去 她也算是识人无数了 深知这种有钱公子哥 脾气乖张暴躁 哪里还敢死皮懒脸地留在这啊 等技师落荒而逃之后 戴着鸭舌帽的男青年这才坐下 她没好气地哼哼两声道 我说柯少爷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个接骨眼上还敢叫我来这 说着 男青年缓缓地把戴在头上的鸭舌帽给取了下来 露出一张潇洒的俊脸 正是分局行真大队的警员杨伟 对于杨伟略带责怪的语气 柯彭文语气轻松地说道 老杨 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 你爸可是政法委副书记啊 有她罩着你 你怕个啥 难道怕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小女友 说到这 她嘿嘿一笑 继续道 不过说实话呀 那个小丫头还真不错 要胸有胸 要屁股有屁股 腰也细 脸大也嫩 你老杨真是有福气呀 这种极品美女居然着了你的道 提起马纯纯 杨伟就觉得胸口一阵堵得慌 柯彭文的话无情地揭开了她内心中的伤疤 对于马纯纯 这朵带刺儿的玫瑰 她已经垂涎好多年了 哪晓得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别说女友了 就是连对方的一根掉毛都没摸到 哎 别提她了 咱们谈谈正事吧 那小子已经跑了 但她没到约定的地点去 他妈的 不知道躲哪去了 你在局里没打听到吗 柯彭文此时终于来了精神 吊儿郎当的表情也逐渐被严肃替代 徐国庆已经重新调查撞人案了 但她把范围缩得很小 我根本就插不进去手 不过她刚才提审了个小毛贼 我以前在火影见过 那小子经常跟沈俊在一起胡混 她现在在哪 不清楚 不过按徐国庆的尿性 应该不会把她送回拘留所的 柯彭文捏着香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道 你去把她找出来 想尽一切办法 把她的嘴撬开 看看她跟徐国庆说了什么 听见这话 杨伟当场就怒了 紧盯着柯彭文道 你有没有搞错啊 又让我去做这种危险的事 妈蛋的 早就说了 姓张的那小子不好惹 你偏偏要去弄他妈 搞得现在骑虎难下 见他发飙 柯彭文却并没有生气 而是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老杨 你怕个啥呀 你老爸加上我大伯 难道还逗不过一个刑警队长 跟一个地产公司的经理吗 这是咱们干都干了 你就别抱怨了 咱们把市场干净不就行了 杨伟文言重重地叹了口气 满脸责怪地看了眼柯彭文 然后重新戴起鸭舌帽 快步走出了包房 柯彭文则是暗灭烟头 等对方把门带上之后 这才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道 阿龙 杨伟那小子出去了 你赶紧跟上 等他找到了沈骏的踪迹 你就找个机会 把对方干掉 别留下麻烦 杨伟满肚子郁闷地走出了 天上人间水文化会所 他一路上畏畏缩缩地 把冒严压得极低 生怕自己那张脸 被人瞧见了 好在来这消费的人 都是冲着美女技师去的 谁也没兴趣 去认真打量一个男人 一路上有惊无险 他终于走到路口 拦了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 司机见他从天上人间出来 淫荡地一笑 语气暧昧地说道 这位先生 天上人间已经不行了 消费高 小姐又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性子太糙了 最近五马路 那新开了一家水利方会所 技师都是从东莞那边来的 有兴趣就去试试呗 报我名字 可以打八折 说完 还从手套箱里 掏了张名片出来 热情地往杨伟怀中塞去 哪知道杨伟此时心烦意乱 根本就没有心情去体验 什么管事服务 粗暴地推开对方手中的名片 呼喝道 开你的车 老子去分局行政大队 你是不是也想进去坐坐呀 出租车司机没想到 居然遇上了个刑警 被吓得一跳 赶紧闭上嘴发动了汽车 他俩都没注意 后方不远处 一辆挂着外省牌照的桑塔纳 缓缓地跟了上来 此时桑塔纳内坐着个气质颓废 面容桀骜的年轻男子 正是与柯彭文通电话的阿龙 而他则还有个足以令清河县 老百姓胆寒的名字 那便是贾小龙 自从贾大龙与马国庆伏法之后 贾小龙就过上了千里逃亡的日子 他带着部分财产 迅速逃离了清河县 那个令他梦碎的地方 来到了江中市 本想着寻个机会 找张成光复仇的 哪知道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来到江中的他 狗屁不是 往日里道上的朋友 也不敢鸟 这个通缉犯了 一个个对他避之不及 就跟见了鬼一般 在如此势单力薄的情况之下 龙少只能折服下来 但他大手大脚惯了 身上锦鱼的存款 很快便花得一干二净 眼见报仇无望 在江边酒吧里买醉的他 好巧不巧地碰上了柯彭文 这位老朋友 此时也很惨 被张成光那小子 害得连东江地产公司的职位 都丢了 甚至还去看守所里走了趟过场 要不是他大伯科为东实力强劲 估计早就敦苦谣 去了就这样 两个失忆的人 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之上 本来他们准备静静等待 选择个好的时机在复仇的 哪知道张成光 这小子 却越混越好 不止当上了抗洪英雄 还组建了自己的安保公司 成天带着一大帮子保安招摇过世 可以说是嚣张至极 此时再想复仇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终于 柯彭文在一次买醉寻欢的过程中 遇见了杨副书记的儿子杨伟 江中市不大 二代圈子里的熟面孔就那么多 不是某某副市长家的公子 就是某某局长家的女儿 柯彭文这个商二代 跟杨伟这个官二代 也算熟络 曾几何时 也经常在一起泡妞打泡赌博 两人谈着谈着 便谈到了新近权贵张成光的身上 一说之下 他俩居然都跟张成光有过节 也算这小子倒霉 一军突起就算了 还他妈的得罪了这么多权贵子弟 真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两人一合计 既然此时难以与之发起正面对抗 那就迂回起来 从侧面着手 杨伟负责找人 柯彭文负责出前善后 就这样 常年混迹在赌场的魏成年杀手沈骏 便成为了最好的报酬工具 那小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车祸杀手的事了 凭借着成熟的反侦查技巧 和魏成年的身份 每次都可以轻松逃过警方的视野与调查 但这次却意外地栽了 没想到张成光那家伙居然如此执着 硬是一路追踪到了活影网吧 当时杨伟正在VLP包厢里玩德州扑克呢 哪知道却被那群保安给堵在了密室里面 幸亏他脑子活落 迅速掏出左轮制服了赌客们 又在事后利用职务之便说服了赌场老板 这才逃过一劫 当然 赌场老板怕的并不是他 而是他那个当大官的父亲 自此 柯彭文便下定决心 要铲除沈骏这个知情人 押解沈骏途中的那场车祸 就是他与杨伟合力安排的 此时沈骏跑了 柯彭文便派出了隐藏在暗处的贾小龙 只等杨伟这个内线探明消息 便由这位被通缉的要饭来补刀 反正龙少进去了 也得蹲十几年苦谣 还不如成为柯彭文手中的一柄尖刀 只要对方不倒 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过这种纸醉精迷的奢侈生活 回到分局 杨伟直接去了组织赌博案的专案组 仗着高干子弟的身份 分局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要敬他三分 在侧面打探一番过后 终于知道了 王硕就关在滞留室里的消息 他也是一高人胆大 借着提审组织赌博案犯罪嫌疑人的机会 把王硕给逮了个正着 一番威逼利诱 终于从他那探听到了红旗村洗头房的事 出来之后 他静止去了厕所 用备用手机拨通了柯彭文的电话 把这个非常关键的消息通知了对方 事宜医院 急诊科的病房内 张成光此时正陪着父母吃饭 王可儿也在 他此时已经化身成了张家的儿媳妇 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行动不便的张母 只看得张成光一阵愧疚 同时心中也在暗暗担惊受怕 生怕金书精神突然到访 会戳穿自己脚踩两只船的事实 好在未来岳父岳母早上就来过了 此刻再来的几率不大 正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手机灵音 打破了安静和谐的氛围 张成光尴尬地看了家人们一眼 然后赶紧掏出手机 走出了病房 电话是何道远打来的 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沈俊逃了 现在分局刑侦大队 正在通缉这个年仅15岁的未成年犯人 张成光只觉得一阵气血翻涌 还真是他妈的事事不顺 本以为可以通过上层关系 去单独见沈俊一面 然后揪出幕后黑手的 哪知道这小子居然在这个结果眼上逃了 他气得差点把手机给摔出去 王可儿见张成光此时面色不善 便把他拉到走廊上忧心忡忡地询问道 成光 出什么事了 哎 那个开车撞我妈的小子 从刑警手上跑了 张成光没有隐瞒 和盘拖出了此事 那 那怎么办啊 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 阿姨就讨不回公道了 王可儿也有些难以置信 他听韩进几人闲聊时说起过 撞张母的是个未成年人 就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居然能从刑警的手上逃脱 这让见惯了伪光正的王可儿 有些不敢相信 张成花冷笑一声 语气坚定地道 不可能 我不会让撞我妈的凶手逍遥法外的 我现在要去一趟分局行侦大队看看情况 你帮帮忙 照顾一下我爸妈 王可儿虽然有些担心张成光的安危 但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 依依不舍地在他嘴上亲了一口 这才回到病房里 张成光并没有直接驾车去分局 而是瞅了瞅急诊科门口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闪身进了后楼梯 他早就发现分局行侦队的人在盯自己的烧了 没有当场戳穿 也只是不想跟他们发生不必要的矛盾而已 同样的 他人虽然在医院照顾老妈 但却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让韩进帮着去分局盯梢去了 偷摸的潜入后 楼梯之后 直接就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老韩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徐国庆他们有没有什么行动 张成光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观察着急诊科内的情况 徐国庆他应该还在分局里 但那个马纯纯有些诡异 带着两个刑警偷摸地跑了出来 我正在跟踪 他们现在正往红旗村的方向去 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韩进语气轻松地说道 他当年还在特种部队的时候 经常执行这种盯梢的任务 而且还是在蛇虫鼠以繁多的缅北热带丛林里 所以这种行动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听见这话 张成光心绪不宁地皱了皱眉头 继续说道 老韩 沈俊那小子跑了 你盯紧马纯纯 千万别让他溜了 什么 听见沈俊已经逃跑的消息 韩进显得非常惊讶 随即便联想到了马纯纯鬼鬼祟祟的行为 赶紧说道 老张 马纯纯可能已经找到 沈俊那小子的踪迹了 你赶紧过来 挂断电话 张成光推开后 楼梯的窗户向下看了看 因为有架高层的关系 所以处在一楼的急诊科 实际在二楼 下面虽然是一片草地 但高度依然有五六米左右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便飞身跳了下去 在落地之前 顺势往前方一滚 就这么完美地泄了力 因为正处在傍晚饭点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人看到这惊世骇俗的一跳 张成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然后迅速往医院后门走去 他没有驾驶那辆打眼的奔驰车 而是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直奔红旗村而去 二十分钟之后 出租车停在了红旗村入口处的街道上 此时天色渐暗 居住在附近的老百姓都出来晃荡了 街上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大排档 小时摊钱坐满了客人 一时间人声鼎沸 热闹无比 张成光四处打量一番 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之后 这才拨通了韩进的电话 很快 两人便在街角的隐秘处碰了头 老韩 马淳淳他们呢 他们来这干嘛 张成光此时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沈骏的逃走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是幕后之人一手操弄的 如果不尽快找到对方的话 恐怕会有被灭口的风险 韩进没有说话 而是面色严峻地 把他带到了后巷处 这条虽然是被接 但接到两旁却霓虹闪烁 一间间亮着粉红色灯光的发廊正在营业 不少年纪颇大的男人 正满脸暧昧地寻觅着 在见到和演员的姑娘时 便会嬉笑着走进去 张成光纳闷地问道 老韩 你带我来红灯区干嘛 你他妈的 还想过过瘾啊 韩进见他反应这么激烈 赶紧把他拉到一旁 做了个虚的手势 低声道 操 我他妈才没这个闲心呢 马淳淳他们三个 就在那家晶晶发廊的斜对面 看样子 似乎在钉梢 说完 他指引着张成光去看 果不其然 马淳淳三人虽然躲得隐蔽 但经过韩进的一番指点之后 张成光还是看清了三人的隐藏地点 难道沈俊就在里面 张成光猜测道 韩进却摇了摇头 道 应该不在 要不然马淳淳他们早就进去逮人了 需要费劲的钉梢吗 我估计是查到与沈俊那小子有关联人的头上了 张成光赞同的点点头 思考了会儿随即说道 老韩 不能让他们逮到沈俊 我要亲自抓那小子 然后审出他背后的人 见好友尖上司如此坚定 韩进咬咬牙道 行 等会儿只要沈俊出现 我就负责拖住马淳淳他们三个 你尽快带那小子走 张成光看着对方一脸舍身取义的模样 感动地点了点头 老韩也是有加油口的人 居然如此仗义 为了自已敢跟刑警正面对抗 这让他怎么可能不敢动呢 就这样 两人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如同等待螳螂的黄雀一般 耐心地潜藏在暗处 静静地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机会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 就在临近深夜九点钟的时候 一个高瘦的身影 微微缩缩地出现在了晶晶发廊门口 但他却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观望了一番 不一会儿 从发廊里出来个身材单薄的年轻女孩 在粉红色灯光的映照之下 露出了一张稚嫩的小脸 张成光与韩静眼前一亮 赶紧从阴影处闪身出来 快步往那边走去 哪知道他俩没走多远 已经耐不住性子的刑警们 便行动了 就见小李大鹤一声 指着高寿青年就怒吼道 沈俊 你被捕了 说完 便不顾马纯纯地阻拦冲了上去 沈俊健壮 被吓得一个哆嗦 拉起女孩的小手 便往反方向跑去 这条街紧邻着红旗村的棚户区 所以小巷子极多 沈俊显然很熟悉这片的地形 拉着女孩左拐右拐的 很快便消失在了小李的视线范围之内 小李此时也是失了痣 眼瞅着难以追上沈俊 居然把随身的配枪给掏了出来 正在此时 一道高大的黑影 把他给扑倒了 紧接着 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记老拳 情急之下 他慌乱地扣动了扳机 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子弹打在了老旧的红砖墙壁上 实现飞剑 把不远处的马淳淳 与另一名刑警给吓了一跳 赶紧掏出了自己的配枪 草泥马的 你疯了吧 把沈俊打死了 怎么破案 韩靖怒吼一声 又给了小李一拳 马淳淳与另一名刑警 此时也追了上来 见韩靖骑在小李身上 惊讶地道 是你 韩靖抖了抖身上的碎屑 站起身子 把手缓缓地举了起来 马淳淳看着他这副束手就擒的模样 当即便恍然大悟 师生叫道 张成光也来了 他话音刚落 又是砰砰 两声巨响传了过来 明显是手枪射击的声音 马淳淳惊讶地看着韩靖 后者此时也猛逼了 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他妈的 居然敢打我 缓过劲来的小李愤怒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挥舞起拳头 就想要冲上去打韩靖 马淳淳见状 愤怒地喝止道 小李住手 找人要紧 说完 恶狠狠狠地瞪了韩靖一眼 然后带着小李跟另一名刑警迅速地往胡同拐角处跑去 韩靖因为担心张成光的安危 便想也没想地就跟着三名刑警的步伐追了过去几人一番寻找 终于在一座废弃平房的屋檐下看到了张成光的身影 他此时正蹲在沈俊身边 用外套包扎着对方胸前的伤口 而那个被沈俊从晶晶发廊里带出来的女孩则气不成声地蹲在一旁 整个人如同虚脱般地靠在肮脏不堪的墙壁之上 张成光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枪声 是谁开的枪 马淳淳赶紧跑上去 抓着张成光的肩膀问道 张成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急促地吼叫道 赶紧叫救护车 我去追开枪的人 说完 他便把马淳淳拉了过去 把他的手按在沈俊的伤口上 这就想要起身追人 哪知道他刚站起来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大贺 警察 不许动 你被捕了 回头一看 正是刚刚开过一枪的小李 他此时脸上全是愤怒的神色 显然是把张成光当成开枪打沈俊的人了 此时居住在周围平房里的老百姓也跑了出来 见地上一片血迹 隔得老远便大喊大叫着 不好了 杀人了 一时间场面相当嘈杂 张成光虽然不敢动 但还是开口呵斥道 凶手刚跑 现在去追还来得及 但小李却非常固执 不止不放他去追凶手 还拿滚烫的枪口 顶在他的脑袋上 手指更是移动到了鸡垂上面威胁道 不许动 你再动一下 就打爆你的脑袋 张成光无奈 只得顺从地举起双手 跟过来的韩靖看见这一幕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他要出手的话 有信心能够一击解决小李 但解决了他又能如何 难道带着张成光去当通缉犯吗 马纯纯满脸无奈地站了起来 看着张成光道 人死了 卧槽 张成光狠狠地一跺脚 眼里全是愤怒的神情 小李则趁机叫嚷道 马警官 沈骏肯定是被这小子灭口的 你赶紧通知队里 他当刑警也有几年了 一直都兢兢业业的 本来快要升职了 拿晓得却遇到了犯人逃跑的事件 这可是一项极大的污点啊 本以为徐队给了机会 可以抓捕到沈骏 从而戴罪立功 哪知道人却死了 于是便很自然地 把所有怒火都发泄到了张成光身上 卧槽 你哪只眼睛看到张成光杀人了 他妈的 沈骏身上的可是枪伤 再说了 我们要找的是撞人案的幕后黑手 杀他这个小卒子干嘛 韩剑剑小李公然污蔑张成光 立即就怒了 举起拳头 就准备修理对方一顿 老韩 别动 这是说得清 张成光及时地喝住了对方 他才不怕对方的污蔑呢 自己一来没枪 二来又有发廊的女孩作证 根本就不担心沈骏的死 会赖在自己头上 马纯纯此时也逐渐冷静下来 抬手 把小李的枪口压了下去 然后走到发廊女孩身边 问道你叫夏慈悠 女孩明显还没缓过劲来 哆哆嗦嗦地蜷缩在墙角下 紧盯着已经成了一具冰冷尸体的沈骏 眼中全是悲伤 显然 他与沈骏的感情很深 见他这副模样 马纯纯转向张成光问 刚才是谁开的枪 你看清楚没有 沈骏他临死前 说了什么一言美 看见了那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就是清河县的贾小龙 现在是通缉犯 说到这张成光满脸恨意的道 我要见徐国庆 你要见徐顿 马纯纯文言一愣 随即便反应过来 看来沈骏临死前跟张成光透露了重要线索呀 他本想继续追问一番的 但一想到徐国庆曾经对他说过 怀疑分局里有内鬼的事 便及时杀住了车 张成光 事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得跟我回局里一趟 把问题交代清楚 张成光配合的点点头 小李健壮 收起小左轮 然后掏出了挂在腰间的手铐 这就想要把张成光给铐上 不用上手铐了 他不会擅自逃跑的 马纯纯皱了皱眉头 抬手阻拦了小李的动作 可是 他 小李惊愕地瞪大眼睛说道 可是什么 出了事 我担着 马纯纯不耐烦地吼道 他此时心中郁闷得很 本来的计划是等沈骏进了发廊之后 他们才来个瓮中捉鳖的 哪知道小李这家伙 却按耐不住地冲了出去 造成了这种局面 小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撞人案的未成年杀手 就这么死了 被人枪杀在了红旗村棚户区的胡同里 得到消息的徐国庆亲自指挥 很快便封锁了案发现场 法医 既真的人都来了 而张成光与韩进则被带到了分局里 分局行真大队的问询室里 张成光一脸淡定地坐在椅子上 而韩进与马纯纯则是满脸凝重地坐在他对面 看表情 似乎有些纠结的样子 张成光 胡乱地诬告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到底有没有证据 徐国庆目光炯炯地盯着张成光的脸 仔细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 想判断对方有没有撒谎 徐队 是不是案子落到你们内部人和那些权贵头上 就让你们有所顾忌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就去问问那个女孩 沈俊临死前她就在旁边 应该听到了 张成光义愤填膺地怒吼道 要不是那个姓李的小子阻拦 她早就把贾小龙给逮住了 这帮子二代也他妈得太嚣张了 买通未成年壮人不说 还他妈的玩杀人灭口 这一套 简直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 徐国庆重重地叹了口气 然后与马淳淳对视一眼 起身往门外走去 刚关上房门 马淳淳就迫不及待地说 徐队 下次优的口供 可以证明张成光没撒谎 这可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咱们赶紧通报上级 然后抓捕杨伟和那个柯鹏文吧 看着手下爱将 一脸嫉恶如愁的模样 徐国庆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想要说话的时候 一阵皮鞋采积地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徐 一个长相冷俊 气质威严的中年男子 带着几名穿着整齐制服的警员 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徐国庆听见有人叫自己小徐 纳闷地扭头望去 再见到来人之后 赶紧立正敬礼道 孙政伟您好 来人正是市局二把手孙同伟 他此时正一脸笑眯眯地 看着徐国庆与马淳淳 那模样 哪里像是个正处级的领导干部啊 完全就如一位爱惜子女的老父亲 一般慈祥 你好小徐 一段时间没见 又练壮士了呀 哈哈 孙政伟使劲拍了拍徐国庆的肩膀 他今年五十来岁 只比对方年长不到十岁而已 但资历却要比半路出家的徐国庆老多了 在市局工作了二十来年 威望极高 呵呵 谢谢领导夸奖 徐国庆在孙同伟面前不敢摆谱 说话非常客气 孙政伟笑咪咪地点点头 然后又语气关心地对着马淳淳问道 小马 在分局工作心不辛苦啊 要不要孙叔叔把你调到市局来做文质工作 马淳淳赶紧摇头道 不辛苦 我在刑警队工作得很开心 就不劳孙政伟您费心了 嗯 年轻人是要多历练历练 有小徐带着你我放心 呵呵 看着马淳淳这副干练的模样 孙同伟赞许地点点头 显得非常满意 徐国庆见孙同伟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后还跟着市局的同事 便试探地询问道 孙政伟 请问您这么晚来 我们分局是有公事要办吗 看看我能不能帮帮您 孙同伟呵呵一笑 从随行人员手中拿过来一份文件 递到徐国庆手中 然后说 因为红旗村发生了枪击案 现在上级领导已经把撞人案与枪击案合并了 调查权转移到了我们市局这边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 把相关人员的口供资料都交给我们来处理吧 此话一出 不仅徐国庆惊呆了 就连马淳淳都是满脸惊讶的表情 这一交案件真办权 可是件大事 需要市局的头头脑脑门先批准 然后通知到分局领导这商议 但陶局长却提都没提这事 难道是紧急情况 看着两人满脸迟疑的表情 孙同伟缓缓止住了笑容 微微一板脸道 怎么了 小徐 对于上级领导的指示 不满意啊 徐国庆咧了咧嘴 陪着笑脸道 不敢不敢 孙政伟 这是太突然了 而且这两起案子 我们刚刚寻到突破口 已经快要破案了 就不麻烦市局的兄弟了 要不这样吧 我们行大这边先伴着 您随时监督就是 呵呵 他的妥协 并没有换来孙同伟的笑脸 语气反而变得严厉起来 小徐 命令就是命令 手续我拿过来了 你们尽快把案件资料移交过来 市里的领导们 可都很重视这两起案子 你可不要干那些不实大局的事 见领导的态度如此坚决 徐国庆也没了办法 只得点头答应 然后吩咐马淳淳 与其他几名刑警 帮着办理交接手续 就这样 撞人案与枪击案 被彻彻底底地移交到了市局那边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了张成光 与夏慈悠的最新口供 刑侦阵队长办公室内 徐国庆满脸郁闷地坐在椅子上 一个劲地抽着闷烟 他面前的烟灰缸里 此时已经积攒了十几个烟头 显然是一刻没停过 而马淳淳则是气呼呼地站在一旁 抱怨道 他们怎么能这样 案子已经到了抓人的阶段 他们就这样抢了过去 有这种道理吗 简直就是官僚作派 他越说越生气 最后竟然把手铐跟配枪掏了出来 一副要冲出去抓人的模样 徐国庆皱着眉头呵斥道 给我回来 上级领导的指令都不听了 是不是想到警校去回炉重造啊 听见这话 马淳淳心有不甘地停下了脚步 脸上则布满了倔强的表情 徐国庆重重地叹了口气道 哎 这是背后有人行动了呀 这案子 怕是办不下去咯 难道 马淳淳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脑子里瞬间就想到一个人来 但他话没说出口 徐国庆便紧张地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示意他不要太过张扬了 与此同时 市委家属大院 一栋偏北的三层小洋楼 书房内 杨伟挺胸抬头地站着军资 其姿势非常标准 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但因为站立时间过久的关系 所以他此时 双腿已经有些打颤了 整个身体也是摇摇晃晃的 看起来非常狼狈 爸 您 您就饶了我吧 我已经知道错了 杨伟一脸便秘表情地 看着端坐在单人沙发上的中年男人道 哼 男人冷哼一声 语气严厉地说 你个小王八高子 居然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知道 你马叔就快要退了呀 到时候 我就是正法伟的一把手了 你个臭小子 居然在这个结果眼上 给我搞事情 是不是想把你老子也拉下水呀 中年男人 正是杨伟的亲生父亲 也就是正法伟副书记杨伟业 他此时显然是动了真火 连一向神气的八字胡都 因为气愤而翘得老高 爸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不敢了 嘟 都是那个柯彭文出的鬼主意呀 杨伟哭丧着脸说道 提起柯彭文 杨伟业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那小子也是个无法无天的主 前段时间才因为倒卖精释房的案子 进去过一趟 没想到才过几天 又干下这么出格的事情 正在此时 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 杨伟业恶狠狠地瞪了眼不争气的儿子 让他继续站着 然后才走过去 接起电话这个电话 打了很长时间 直到杨伟终于坚持不住 倒在地板上才打完 杨伟业愤怒地罩着儿子屁股上 猛踹两脚 大骂道 你个王八高子 以后收连点 别他妈的给我惹事 等这案子结束了 你也别再行大呆了 我把你调去派出所 当个实权所长 听见这个好消息 杨伟又来了精神 勉强撑起身子 问道 爸 是不是事情解决了 杨伟业点点头道 你柯伯伯那边已经在行动了 案子的事 你不必操心 这两天就在家里待着 哪里也不要去 杨伟连忙点头答应 现在只要能搞定沈俊的案子 就是让他在家里关一辈子 他也愿意 看着儿子这副毫无诚服的模样 杨副书记痛心疾首地哀叹一声 然后才背着手离开书房 分局审讯室内 张成光已经坐了接近十个小时的冷板凳 从昨天晚上十点钟左右 一直坐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正迷迷呼呼打着瞌睡的时候 审讯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 一高一矮两名穿着整齐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噼里啪啦地拍了镇办公桌 这才把张成光给吵醒 他睡眼朦胧地瞅了瞅两人 心中感到一阵纳闷 分局刑大来过不少次了 办案的警察几乎见了个遍 但面前两人却陌生地紧 呵呵 张先生您好 不好意思 因为办案耽误了您的时间 现在跟您做个笔录 为首的那个高个警察 语气和善地说道 张成光微微一愣 反问道 你们是谁 是分局的刑警吗 警察呵呵笑笑 自报家门道 哼 张先生 我们是市局的 这两件案子 已经由分局移交到我们这了 我俩现在过来 就是想问问您 昨晚具体的案发经过 张成光的目光有些狐疑 又仔细打量了 两人一阵过后 语气有些不善地说 昨天我已经把情况 告诉分局的徐队了 既然案子一交到了你们手上 你们直接翻查口供 不就行了吗 何必多此一举 再问我一遍 见他这副态度 个子稍矮的警察 当即就不干了 愤怒地一拍桌子吼道 问你话就老实交代 啰里巴索的 是不是想抗法呀 市局的级别 可比分局要高得多 能在里面站稳脚跟的 都是些天之骄子 平日里 不管哪个单位的人 见到他们都是 客客气气的 哪知道面前这人 居然如此不配合工作 还表露出这副 遗址气使的态度 让矮个子警察非常不爽 高个警察见状 赶紧拉住同伴 扭头望着张成光说 张先生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位同事 为了这起案子 一夜都没合眼了 脾气有些急躁 您可别介意啊 说完 又恶狠狠地瞪了同伴一眼 只把对方搞得纳闷无比 张成光冷哼一声 也不屑与这个小警察 一般计较 直接了当地说 案子很简单 沈俊是贾小龙开枪打死的 而驾车撞人的沈俊 则是柯彭文跟杨伟幕后指使的 至于杀人灭口的贾小龙 受雇于谁 就需要你们去调查了 说完 他还加了句 案发时有那个发廊的丫头作证 你们可以去问他 高个警察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手中的钢笔刷刷写着 记录完之后才问 张先生 请问您是否亲眼看见 那个贾小龙开枪打中了沈俊 嗯 张成光被问得一阵语色 他昨晚追上去之后 那两枪已经放完了 只看到贾小龙准备抬枪射击那个女孩 情急之下便踹了对方一脚 正准备追的时候 就被那个马纯纯一伙人给拦下了 所以要说亲眼看见 还真就没有 时间那么短 附近又没有其他人 贾小龙拿着枪 还有那个女孩作证人 不是他还有谁 张成光美好气地回答道 嗯 高个警察非常淡定 微微一笑继续问道 那张先生 请问您又怎么知道 驾车撞人案是杨伟与柯彭文 在幕后指使沈俊去做的呢 难道您手上有相关的证据 张成光道 有人证 沈俊临死前亲口说的 他说是杨伟在活营网吧雇佣的他 然后由柯彭文给的钱 哦 张先生 请允许我提出一点 沈俊临死前 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件事 这会不会是一种打击报复 又或者是栽赃陷害的手段 听见这话 张成光终于忍不住了 沈俊一个未成年的混混 在撞人之前 甚至跟自己都不认识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开车撞老妈 明显就是受人雇佣的 但这两个市局的警察 却如此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张成光的火气 再也按耐不住了 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他拍着桌子怒道 你俩到底会不会办案 这么明显的买凶杀人案 都办不清 沈俊临死前说的话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 那个女孩也可以作证 卧槽 矮个子的警察 见张成光如此嚣张 当即便拍案而起 声色距离地道 你什么态度 你信不信我告你妨碍司法公正 也许是两人的吵嘴声太大了 审讯室外聚满了听热闹的刑警 忽然大门被推开 徐国庆满脸严峻地走了进来 城主任 你好 请问您这边重新采集笔录的工作做完没 如果做完了的话 我就先带张先生离开了 哈哈 做完了 做完了 只需要张先生在笔录上签个字就行 城主任呵呵一笑 指了纸桌面上的笔录文件 徐国庆扭头对张成光道 张先生 您还是赶紧把字签了吧 可是 张成光还不罢休 这两个市局来的家伙 明显就是想把柯彭文与杨伟给摘出去 他怎么可能轻易妥协 看着他这副倔强的模样 徐国庆轻叹一声 走上前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 张先生 贾小龙已经来局里自首了 他承认了杀害沈俊的事 也承认了直使沈俊驾车撞人的案子 现在市局领导已经对外宣布结案了 您还是赶紧签字吧 外面有人来接您了 什么 听见这话 张成光满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随即便想到了那个女孩 失控地揪着他的衣领道 那个女孩呢 她也是证人啊 我跟她都可以证明 沈俊临死前说过的话 徐国庆苦笑着摇摇头 无奈地叹息道 张先生 您跟柯彭文有过节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那个 那个女孩又是在风月场所工作的 属于信誉不足的证人 所以上头已经决定 不予采信你俩的证词 张成光是怎么都没有料到 仅仅才过去十个小时而已 外面居然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己与那个女孩 居然成为了不予采信的证人 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她看了看两名市局的警察 又看了看一脸尴尬的徐国庆 和站在门口 一脸欲言又止的马淳淳 悲哀得摇摇头 然后走到那份笔录跟前 拿起笔刷刷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当然 签之前 她还仔细地浏览了一遍 生怕高个警察会添油加醋 只看得市局两人一阵比移 签完字 张成光在徐国庆与马淳淳的陪同之下 往审讯室外走去 她此时虽然说不上心灰意冷 但也不好受 这是一种憋得慌的感觉 让人喘不上气 刚出门没多远 张成光就停住了脚步 满脸怒涩地质问着徐国庆道 你们领导凭什么不相信 我跟那个女孩的证词 这件案子明明还有极大的疑点 就这样草草结案 怎么对得起所有的被害人 你他妈的是怎么当警察的 她此时已经无所顾忌了 就这样在分局的走廊里 把刑侦队长给顶到了墙上 远处两名年轻的刑警见状 就想要冲上来拿人 但徐国庆却抬手做了个阻止的动作 然后对张成光道 张先生 这案子的侦办权 已经不归我们分局形大了 你冲着我也没用啊 马淳淳也在旁边劝 张成光 你不要冲动 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正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然后便是两个娇弱的女生 同时喊道 成光 你干嘛呢 张成光扭头望去 来人居然是王可儿与赵冰冰 两女脸上全是担心的神色 特别是王可儿 一张小脸因为焦急 而被憋得通红 眼眶之中 更是沉满了晶莹的泪水 张成光一正 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了 徐国庆的衣领 恨恨地问道 那个发廊的小丫头呢 不会因为指正了杨伟和柯彭文 那种权贵而被灭口吧 徐国庆没想到 张成光说话会如此直白 下得赶紧看了看四周 见没外人之后 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张先生 这里可是分局 您说话能不能稍微低调点 张成光冷哼一声 不行 有种的就派人把我干掉 要不然 我一定不会放过杨伟和柯彭文的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 不少警员都听见了 纷纷把头从办公室里探出来 他们大多是分局的刑警 对于移交案件给市局的情况 早就不满了 所以并没有一个人出言制止 忽然 不远处传来一个嚣张的男生 是谁不想放过我呀 胆子还挺大呀 在警察局里都敢放狠话 还有没有枉法了 话音刚落 柯彭文便潇洒地迈步进了走廊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边还跟着个思思文文 手提公文包 气度不凡的中年人 想必是律师一类的角色 哎呦喂 这不是我的好大嫂吗 你还真是骚啊 居然背着我那个傻子表哥 出来优惠也难忍 柯彭文看 也不看张成光 而是把目标对准在了赵冰冰身上 说出来的话也非常恶毒 让人听了之后 不禁一阵干呕 卧槽你马的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张成光怒骂一声 立刻顶了上去 这就想要暴揍对方一顿 哪知道他刚迈步 就被徐国庆与马纯纯 给合力拦住了 赵冰冰此时 没有一丝惧怕的神情 而是挺着胸脯 挡在了张成光身前 冷哼一声道 柯彭文啊柯彭文 你这个独职饭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经济试用房 可是政府给老百姓的福利 居然被你拿去谋私利 我告诉你 你现在虽然没事 但总会有报应的 到时候怕是得老底坐穿 赵总就是赵总 霸气十足 跟王可儿这种小女人 性格全然不同 句句话都戳在 柯彭文的软肋之上 只把她搞得脸色极为难堪 那个中年男人 见雇主被人欺负了 一脸纷纷不平地挺身上前 官腔十足地威胁道 这位女徒 话可不能乱说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 你这是在诽谤柯先生 我们要保留对你提起诉讼的权利 赵冰冰不屑地瞟了眼中年男人 胸口上的工作牌 冷哼道 原来是正义律师事务所的 于在春于大律师啊 于律师没有听出来 赵冰冰话语中的讥讽意味 还以为对方这是惧怕字 以精英律师的身份呢 于是骄傲地仰起了头 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哪知道赵冰冰却满脸不屑的道 你上个月帮着金贸地产集团打的那个案子不错啊 把一个通过正常渠道索要工商费用的工人给弄成了敲诈勒索 你为了赚钱还真是连良心都不要了 佩服佩服 嗯 你 于在春背对得哑口无言 一张儒雅英俊的脸上全是尴尬的神情 但赵冰冰却并不打算轻易饶过他冷嘲热讽道 一个黑心商人贪污犯 一个专门帮助资本家欺负弱势群体的素棍 你俩还真是绝配 于在春我告诉你 你有种就去告我诽谤 我资源回收公司的律师团队也好久没有遇到有挑战的案子了 到时候就让他们陪你玩玩 我 于律师彻底哑了火 说到底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律所合伙人而已 欺负欺负不懂法的老百姓还行 但碰到像赵冰冰这种手握权柄的商人 自然就没辙了 行啊 大嫂你真行 你有种 咱们走着瞧 柯彭文也不傻 见嘴巴上讨不到什么便宜了 便果断地选择了碧其锋芒 带着于律师转身就走 临出门前 还恶狠狠地瞪了张成光与赵冰冰一眼 他是来做笔录的 张成光满眼恨意地看着对方的背影 对徐国庆问道 嗯 他那部分已经结束了 徐国庆点点头 无意中看见了张成光的眼神 便善意地提醒道 张先生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因为这种人犯法不值得 张成光冷哼一声 问道 那个跟沈君一起的小丫头呢 你们不会直接给拘了吧 他刚才那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按科彭文与杨伟 还有背后帮他们撑腰之人的狠辣程度 搞不好真的会杀人灭口 徐国庆苦笑道 没有 那丫头做完笔录之后就走了 估计是回店里去了吧 张成光点点头 深深地看了眼徐国庆与马淳淳之后 拉着两女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 马淳淳担心地询问道 徐队 张成光他不会乱来吧 徐国庆此刻的表情有些纠结 摇摇头 又点点头 最终还是无奈地说 这小子的心思太深了 一下子暴躁 一下子又很有诚服 我真猜不到他想干啥 希望他聪明点 别栽在我的手上 说完 转身进了办公室 马淳淳则是呆呆地看着张成光消失的方向 眼神复杂无比 成交 皇家大湾看守所门口 独自揽下所有罪责的贾小龙戴着钢制手铐 满脸颓然地站在巨大的铁门前 正接受着干部的检查 不远处 市局政治部主任程度 带着另一个刑警牢牢地盯着他 生怕这个枪杀一人的汉匪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面对着粗暴的搜身和刑警忌惮的目光 贾小龙的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 脑海中也回想起了五个小时前的画面 那时他还在天上人间水文化会所 刚刚接受完两个绝美小妞服务的 他正百无聊赖地躺在沙发上 脑子中正回味着第一次开枪杀人的感觉 怎么说呢 那感觉真刺激 有种别样的快感 让长期养尊处优的龙少不禁兴奋莫名 正想得过瘾的时候 包间门被推开了 柯彭文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 一屁股瘫坐在旁边的单人床上阿龙 事情大调了 据内部传来的消息 张成光那小子不只看见了你 还听见了沈俊临死前的遗言 我靠 龙少一惊 赶紧坐直身子问道 那个小毛贼临死前说了啥 柯彭文苦涩道 还能说啥 谁找的他 谁给他的钱都说了 他妈的 那个你没干掉的小姑娘也听见了 假小龙眼一瞪 恶狠狠地说道 柯少 老子现在就去干掉他俩 说着 他一把抄起藏在枕头底下的房五十四 熟练地推弹上膛 露出一脸凶向来 柯彭文见状大惊失色 赶紧拦住对方 焦急地说 别呀 兄弟你别冲动 他俩正在分局呢 你冲进去不是送死吗 贾小龙一阵感动 自从老爸进去之后 他就如过街老鼠一般了 钱花完后更是窘迫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如同苍老了二十岁一般 本以为这辈子都要躲躲藏藏的狗活下去了 哪知道却遇见了柯少这位好兄弟 他不但没像以前的狐朋狗友那般对自己避之不及 反而把自己奉为了上宾 天天酒驰肉林 穷奢极欲地招待自己 此刻又怕自己去分局送死 这是什么样的情谊呀 简直堪比刘官张桃源三结役了 贾小龙因为感动 眼角都溢出了丝丝惊盈 柯少 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你说吧 想怎么善后 别说区区一个分局了 就是他妈的 事局我也敢硬闯 贾小龙大手一挥 豪气万丈地说道 柯朋文见他这副一波云天的样子 脸上写满了感动 但纠结一番过后 还是唉声叹气地说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兄弟走上绝路 这样阿龙 我今晚就安排你跑路 去菲律宾 那边灯红酒绿 条子也管得松 正适合你安度晚年 说着他还把随身挂包的拉链拉开 露出里面满满当当的钞票 打眼一瞧 差不多有上百万左右 这点钱对于曾经的龙少来说不算什么 但现在却如雪中送炭一般珍贵 况且菲律宾那种地方消费水平低下 这笔钱使用得当的话 绝对可以营造个超水平的开局 这一慷慨行为 又把贾小龙给感动了 他双眼含泪地看着柯蓬文道 柯少 我走了你可怎么办啊 柯蓬文满脸悲愤地说 兄弟 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以后就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了 一路保重 他越顾左右而言他 贾小龙就越觉得他对自己恩身一切 不由地气血翻涌 猛地一拍茶几 语气坚决地说 柯少 我不走 咱们既然是好兄弟 就要共同面对这个难关 你说 还有啥办法没 只要我能办到的 没二话 可是 没啥可是的 柯少 我就这样跑路了 还他妈的世人吗 看着贾小龙 一脸坚定的模样 柯蓬文感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便勉为其难地凑上前去 说出了另一条惊世骇俗的计划 思绪渐渐飘回现实世界 贾小龙嘴角处 不由地浮出一丝从容不迫的笑容 正在搜他裤脚的看守所干部 无意中瞧见 只感到一阵纳闷 心想 这小子 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吧 操纵未成年人 驾车撞人不说 还杀人灭口 等待着他的大概率是吃枪子的严惩 此刻居然还笑得出来 简直匪夷所思 贾小龙似乎读出了对方眼神中的不解 轻蔑一笑 淡定自如地说 你放心 我在这待不了多久的 很快我就会保外就医 住进江中最好的医院 你 干部更是不解 正想询问其原因的时候 程主任走了上来 打断道 好了没 检查完了 就赶紧办手续吧 我们还得回局里汇报呢 干部不敢怠慢 连忙点头哈腰道 是是 程主任 就这样 贾小龙在几名警察的押送之下 昂首挺胸地走进了看守所内 相关手续办理得很快 程度在签完字后 便把负责的干部拉到了门外 小钱 你们准备把贾小龙安排在哪个监区呀 程主任慢悠悠地递了支烟过去 随口问道 小钱受宠若惊地接过香烟点燃 回答道 贾小龙是重犯 按惯例 应该单独关押 是吗 程主任眉毛一挑道 他情绪看起来不怎么稳定啊 会不会自残 或者自杀 听见这话 小钱立马紧张起来 不由想起了刚才贾小龙的话 那 那怎么办啊 程主任呵呵笑道 我建议找两个人看着他 防止他自残 这样吧 就关进暴力贩仓 嗯 小钱担心地说 程主任我怕他会闹事啊 你也知道 暴力监视的可都不是擅长 万一贾小龙在里面伤了人 这责任有点大呀 暴力监视里关着的 虽然都是些抢劫犯 伤害犯或者黑色惠分子 但贾小龙可是开枪杀了人的重犯啊 属于极度危险人物 所以 小钱怕他一个不爽 又在耗子里闹出人命来 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程主任却轻飘飘地摆摆手道 没事的 那小子虽然手黑 但也不是傻子 不会干那以少敌多的蠢事 小钱纠结一阵 也觉得程主任这话颇有道理 于是便点点头 答应下来 然后把贾小龙安排进了监区的暴力监视里 随着哐当一声巨响 监视的铁门终于被合上了 干部在门外瞅了瞅 见没什么异样的情况 便叮嘱一声 让贾小龙老实点 这才离开 随着干部的离开 本来还在装死的犯人们 全都跳了起来 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贾小龙 那表情神态 就像在打量没穿衣服的小姑娘一般 赤果果 看什么看 他妈的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贾小龙非常不喜欢这种眼神 所以立马就爆发了 手上有过人命 那就是不一样 一股嗜血的气势爆发开来 只把重暴力犯人 震慑得一愣一愣的 操 怎么说话呢 正在此时 一个五十岁左右 身高不到一米七 满脸坠肉 顶着个大大啤酒肚的中年汉子跳了出来 气势十足地 指着贾小龙大骂道 卧槽 贾小龙怪叫一声 心说 还真有不怕死的呀 拉开架时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却被眼前之人的相貌给吓呆了 不是因为中年汉子长得太丑 而是他俩认识 彭经理 你咋在这啊 贾小龙满脸惊讶地问道 中年人正是昔日东江钢铁集团的财务部经理彭朝阳 他此时穿着条白色的跨栏背心 外加宽敞的大裤衩子 光秃秃的头顶上 泛着精亮的油光 脸上也蓄满了短短的胡衩子 一副市井老大爷的模样 哪里有一点精力的威风啊 龙少 彭朝阳也很吃惊 完全没想到身陷淋雨之时 也能碰到老熟人 激动之情易于言表 怎么了 老彭 你俩认识 正在此时 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悠悠传来 犯人们见状 赶紧闪到了墙边站好 就舰长长的大通铺之上 此时正邪靠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壮汉 此人满脸横肉 四肢粗短 最夸张的是 打着赤膊的上身 一条青色的藤龙 从手臂处一路直行 到了头顶 显得无比霸气 彭朝阳吓得一个哆嗦 赶紧扭过脸 点陪着笑道 龙哥 是个老熟人 以前在清河县共试过 哦 龙哥眉毛一条 跟何元铁矿有啥关系啊 这回不等彭朝阳发话 贾小龙就傲气地说道 我就是何元铁矿的少东架贾小龙 你也叫龙哥 众犯人见他 居然敢用这种口气 跟老大说话 当即就炸了 撸胳膊 晚袖子地叫嚣着 要上去 暴打这个不开眼的家伙 彭朝阳见状 吓得一哆嗦 想帮贾小龙说两句话 但看到暴力犯人们的凶恶样子 又赶紧把嘴给闭上了 还是龙哥通情达理 轻飘飘地摆摆手 示意手下们稍安勿躁 然后才笑咪咪地说道 对 我叫龙武 道上的兄弟们都称呼我一声武哥 小兄弟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叫我武叔 他的大度 在贾小龙眼里 那就是懦弱了 心想黑到大哥也不过如此吗 听见自己的名头 居然软得这么快 哼 贾小龙冷哼一声 也不顾对他猛实眼色的彭朝阳 嚣张无比地说道 我管你他妈的是武叔还是傻龙的 记住以后别热我 他妈的我手上可有人命案子 他此话一出口 果然把重犯人给吓得不轻 一个个脸上闪过惊骇的神色 贾小龙不屑地一笑 推开挡在身前的彭朝阳 他拉着拖鞋 就上了通铺 龙哥身边两名汉子健壮 脸色一变 就想上前招呼这个新贩子 哪知道却被龙哥给挥手拦住了 贾小龙更是得意 抓起铺头摆放着的阮中华 就抽了起来 显然没把自己当外人事业 时间已经是十月中旬了 天气逐渐转凉 到了夜晚冷风更甚 气温比白天起码低了十度左右 门楼之上几名武警战徒背着零三式步枪 目光警惕地扫射着高墙内外 暴力监房内此时一片寂静 犯人们一个个蜷缩在被窝里 值班的犯人则是昏昏欲睡地坐在小板凳上 忽然 滋滋两声 紧接着电灯便熄灭了 囚室之内立马就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看守所的日光灯是常年点亮的 所以损耗极大 半夜突然熄火是尝试 没啥大不了的 但今天却不一样 灯刚熄灭 便传来了一阵嘻嘻嘻嘻的脚步声 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响起 正在酣睡中的彭朝阳 被这声惨叫吓得惊醒过来 满脸迷茫地瞅了瞅四周 但此刻周围一片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他只觉得一道黑影从面前闪过 只把他吓得心计不已 果然没多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便有远及近地传来过来 前干部举着手电筒 照着监视内质问道 老五 老五 发生什么事了 谁在鬼叫 哦 哈哈 没啥老钱 我们玩躲猫猫呢 龙武粗犷的声音传了过来 躲猫猫 前干部闻言一愣 随即心中一沉 声色俱力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哨子 没过多久 监区内所有的干部都来了 手电筒把暴力监视内 照得灯火通明 犯人们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 把手搭在前面犯人的肩膀上 而大通铺头牌位置的被褥 却高高隆起着 显然还有人没起来 前干部皱了皱眉头 快步上前 一脚踢向了那人的屁股 哪知道对方 却如死猪般毫无反应 他顿觉大事不妙 连忙掀开被褥 就见假小龙的额头上 血红一片 眼珠子瞪的老大 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卧槽 前干部被吓了一跳 扭头大声质问道 我日他妈的是谁干的 蹲在犯人中央的龙武 抬头笑道 咋了老钱 出啥事了 卧槽 假小龙挂了 他妈的是谁干的 龙武一愣 循着对方的手指看去 果不其然 睡在头铺的假小龙 此时已经凉了 他夸张地惊叫一声 怎么会出这事 不是躲猫猫吗 我去你妈的 前干部一脚踹翻龙武 大骂道 老武 是不是你小子下的黑手 龙武连忙从地上爬起来道 不是 真不是我呀 这小子是不是躲猫猫的时候 自己撞墙上了 前干部哪里会相信他的鬼话 监视 不过才二十几个平方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怎么可能躲得了猫猫 假小龙肯定是遭到谁的毒手了 想到这 他一把提起 正在瑟瑟发抖的捧朝阳道 彭朝阳 你他妈的最老实 你说 这是是谁干的 彭朝阳 此刻胆都快被吓破了 整个身体如筛糠般颤抖着 不由自主地 就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龙武 见后者眼神犀利恶毒 他如触电般的 又把头扭了回来 抱抱 抱 报告干部 我 我也不知道 刚才停电 我们确实是在玩躲猫猫 然后突然就听见了一声惨叫 紧接着您就来了 我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呀 他话音刚落 监视内的其他囚犯 也一口同声地说道 是啊 刚才是在玩躲猫猫呢 看着重犯人如此齐心 前干部也没了办法 一张老脸上纠结无比 五官都挤在一起了 就这样 身背一条命案 一条贪污独职案 外加一条顾凶杀人案的假小龙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 凉在了看守所里 监管干部们 连夜提审了同仓室的犯人 但得到的答案 却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 假小龙是在玩躲猫猫的时候 意外身亡的 而被重点怀疑对象的龙武也有说辞 他一来不认识假小龙 两人之间无冤无仇 二来还对他和善的不行 就连像争着地位的头铺 都让给对方了 怎么可能痛下杀手 很快 市里的相关部门便传来了指令 让看守所立即封锁消息 不得外传任何相关的案件细节 前干部本来还准备把同仓室的囚犯重审一遍的 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就掩齐息鼓了 第二天 张成光起了个早床 在家里做好饭菜之后 驱车赶往十一医院 刚进门 便碰见了前来看望老妈的赵冰冰 经过昨天在分局的事 两人之间略微尴尬的气氛 已经缓和了不少 但老爸老妈 却是一脸凝重的表情 除开金晨与王可儿之外 现在又冒出来个前任女上司 虽然这三个女人 一个赛一个漂亮 但观念守旧的老两口 还是暗自担心 说来也巧 儿子离婚后 极力催促她 找个老婆的是梁老 现在一下子多出来两个 担心的还是梁老 真是不可谓不纠结啊 赵冰冰也很识趣 关心老妈两句之后 便称公司有事 要赶着去办 就这样疯疯活活地走了 成光 你到底咋回事啊 王小姐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怎么又冒出来个赵总 老爸哭笑不得地说 躺在病床上的老妈 也是一阵哀声叹气 张成光此刻的心思 却在赵冰冰身上 想起对方临走时 那哀怨的眼神 她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跟父母打了声招呼 便飞快地追了出去 看着儿子急匆匆地背影 老爸重重地吐出口浊气 哎 老婆子啊 你说 咱怎么跟老金家的 那两口子交代啊 老妈拍了拍老爸的手背 道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头子你 也别多想了 以后别在儿子面前提结婚的事 免得这个臭小子 又把哪家的姑娘给带回来了 看着妻子半担忧 半开玩笑的话 老爸苦笑着摇了摇头 张成光一路狂奔 终于在停车场上 截住了正要驾车离开的赵冰冰 对方见他这副气喘吁吁的模样 便推门下车 纳闷地问道 张成光 你不照顾阿姨 跑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张成光便把他给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语气温柔地说道 冰冰 不要再离开我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赵冰冰身体一颤 眼眶含泪 声音颤抖地说 那金小姐呢 还有王可儿呢 张成光闻言一阵 满脸惊讶地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金晨 赵冰冰冷哼一声 撅着小嘴道 你跟他的事早就在集团里传遍了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连财务部经理都进去了 你以为还瞒得住 张成光一阵语色 赵冰冰把他推开道 我估计王可儿也知道了 你想清楚怎么跟他解释了吗 嗯 这事确实不好解释 一脚踏三船 任凭张成光再巧舌如簧 也难以让三个女人和平相处 看着他这副窘迫的模样 赵冰冰轻叹口气 自嘲道 我也是有夫之妇 根本就不可能奢求什么身份 咱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吧 免得外人说闲话 不 你不能离开我 我是真的爱你 张成光见赵冰冰如此决绝 也慌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难道把事情闹大 把咱俩变成集团里的笑柄吗 说完 赵冰冰转身就走 张成光却耍起了无赖 拉着对方的手不放 嘴里还说道 那 那我不跟你谈个人感情的问题 我现在要搞垮柯卫东 你能不能帮我 果然 听见柯卫东的名字 赵冰冰立即便停住了脚步 扭过头面无表情地问 你准备怎么搞垮他 张成光心中一喜 道 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咱们晚上再说吧 末了 他还加了句 去你家 无赖的套路就是奏效 赵冰冰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望着远去的红色沃尔沃 张成光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说大话容易 具体办起事来 却非常困难 柯卫东在江中的势力根深蒂固 不是轻易就能扳倒的 柯彭文的案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短短十个小时而已 他居然能够把黑的变成白的 其能量不可小觑啊 难道非要利用那段视频 才能把对方搞臭吗 但真把视频传播出去的话 对赵冰冰的影响肯定非常大 到时候在江中 可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想到这 张成光纠结不已 忽然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听 是何道远打来的 他又带来了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 贾小龙在看守所里意外身亡了 卧槽 怎么会 那么大一个活人 就这么没了 张成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真的 消息还处在封锁的阶段 我也是通过老关系才知道的 那小子昨晚在看守所里 玩什么躲猫猫 不小心磕在墙上挂了河道远 也很无奈 扯淡 看守所多大点地方 玩个毛的躲猫猫啊 是不是被人灭口了 嗯 有可能 但这事也说不准 贾小龙那小子 已经丧心病狂了 搞不好是挑衅别的犯人被打死的 挂断电话 张成光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唯一能指证 柯彭文与杨伟的人也死了 他只觉得 幕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操控着一切 忽然 一个人出现在了脑海里 他赶紧拨通了韩进的电话 刚接通 他就急促地说道 老韩 赶紧去一趟红旗街 那个小丫头 可能有危险 虽然不知道那个小丫头的名字 但张成光与对方 好歹有过一面之缘 也不想看着这么个花季少女 落到被人灭口的下场 挂断韩进的电话 张成光返回病房 跟老爸老妈打了个招呼之后 这才驾着奔驰来到红旗街上 刚到街口 便看见了路边等待的韩进 两人打个招呼 直奔晶晶发廊而去 路上 韩进纳闷地问 老张 那丫头有啥危险啊 她不是已经做完笔录 被分局放出来了吗 难道他们还想抓她进去 张成光摇摇头 一脸严肃地说 贾小龙昨晚已经意外挂了 估计是被灭口的 我怕他们会对那个小丫头不利 韩进点点头 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的样子 张成光感到一阵纳闷 问道 老韩 你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 贾小龙死了 就再也没人能够直接指证柯彭文 跟那个杨伟了 这点事还需要吃惊 我老早就想到了 只不过没想到 他们居然这么快动手 贾小龙那小子死了也好 他妈的坏事做尽 早就该吃枪子了 韩进不屑地咕弄一声 两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晶晶发廊门口 这片已经解除戒严了 但因为是白天的关系 所以每家发廊都是半喇着卷闸门 里面也是一片漆黑 张成光见状 猛地拍了拍铁门 不过久 一阵妖娇的大应声传来 然后便是个浓妆艳抹 徐娘半老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 边走还边抱怨道 拍拍拍 拍鬼呀拍 大上午的还没开门呢 想找乐子就去洗浴中心 中年妇人本来还是一脸满不耐烦的表情 哪知道拉开卷帘门一看 却是两位气度不凡 衣着考究的老板 他立即陪着笑的道 两位大哥找妹子啊要不等等 妹子们刚起床呢 韩静满脸鄙夷的摆了白手道 找个小丫头 就就是前天晚上被带走调查的那个 听见这话 中年妇人表情警惕地抱起了膀子 试探着问道 你们是哪的 张成光摇摇头道 你别管找他有点事 他在吗 中年妇人有些狐疑 仔细打量了两人一番之后 忽然眼前一亮 自以为聪明地说道 慈悠在啊 呵 你俩也是听到了那个消息 才赶过来的吧 我可告诉你俩 慈悠的身价可不低 而且只接待一个人 你俩不能一起上 啥 张成光与韩静同时一愣 随即才明白过来 这个半老徐娘的中年女人 把她们当成过来偷星的人了呀 韩静立马就想反驳 哪知道话还没出口 不远处就传来一阵粗豪的男生 我说娇姐啊 小丫头考虑好了没 他妈的 三千块钱的价格已经很不错了 要不是看在她还是学生的份上 老子这钱都可以去找个三四线的小明星了 红旗村果然是鱼龙混杂 青天白日的 此人居然这么胆大的 在街上谈论着此等恶心的事 而且丝毫不以为耻 反而一脸得意的表情 令人一阵反胃 张喊两人寻声望去 就见个身高差不多一米七五 身材精瘦 薄挂金链 容貌猥琐的中年男人 叼着香烟走了过来 发廊老板娘健壮 立马就撇下了站在门口的两人 屁颠屁颠地迎了上去 陪着笑脸说道 哎呀 这不是金老板吗 快请进快请进 说着 就把姓金的老板引进了发廊里 张喊两人健壮 毫不客气地跟了进去 发廊的面积不大 只十七八个平方左右 但布置装潢 却真是理发店的样子 梳妆镜 剪头发的专用凳子 一应俱全 为了逼真 甚至还有个烫头发的机器束在那 金老板看样子 不是第一次来这了 熟门熟路地坐在沙发上 无意间瞅见了张喊两人 便纳闷地问道 娇姐 这两个家伙是干啥的 娇姐眼珠一转 笑眯眯地说 金老板 这二位先生 也是来找我们家慈悠的 哼 金老板冷哼一声 见居然有人敢跟自己抢 老脸瞬间变垮了下去 语气也有些不爽了 娇姐 你算盘打得响啊 居然代价而估 怎么 还准备搞个拍卖会啊 娇姐依旧陪着笑脸 金老板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家慈悠 可是这儿八经的女学生 模样好看不说 学习成绩也是拔尖的 这种优质姑娘 可不得让人排队竞价吗 听到这 张成光与韩进 终于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看来那个小丫头 最近很缺钱 甚至要通过这种 不堪的手段来筹钱 想了想 韩进果断道 老板娘 我俩可是这种是没兴趣 你赶紧把那个小丫头叫出来 我们找他有点事 听见这话 娇姐脸上的表情一致 金老板则哈哈大笑 语气不屑地吐槽道 卧槽 我说 娇姐你也不行啊 找两个托 连话茬都没提前兑好 老子就出就三千块钱 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 爱干不干 说着 他起身欲走 娇姐见状 顿时慌了神 连忙冲上去 拉着金老板的胳膊哀求到别别 金老板有话好商量吗 行吧行吧 我就替慈悠答应你了 三千就三千 金老板也不是真的想走 只是耍了个套路而已 见娇姐妥协 他得意地一笑 正在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成光 忽然开口了 我出五千 此言一出 发廊内的几人瞬间实话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韩进 他嘴角抽动地看着张成光道 老张 你疯了吧 张成光淡淡一笑 对韩进做了个放心的表情 然后扭脸对着娇姐说 五千块钱够了吧 你 你你你这是扰乱市场价 娇姐还没说话 金老板就气急败坏地叫嚷道 看他此刻扭曲的表情 显然对于张成光这种随意抬高价格的行为 很不满意 够了够了 五千块钱绝对够了 大哥你等着呀 我这就去叫慈悠 娇姐兴奋得不行 哪里还功夫 去搭理金老板啊 屁颠屁颠地从后门出去了 金老板此时都快被气炸了 抬手指着张成光 半晌憋不出个屁来 韩静一瞪眼 怒道 你想干嘛 想扯皮 你你你 你俩有种 金老板见韩静如此凶猛 立即就伪了 丢下句狠话之后 便灰溜溜地跑了 没过多久 夏慈悠便在老板娘的带领之下 走进了发廊 见花五千块钱巨资的人 居然是那天晚上遇到的大叔 脸上写满了惊讶的表情 娇姐妹笑一声 冲着张成光道 大哥 我们家慈悠过来了 您准备带她去哪个酒店 方不方便把名字告诉我 等下完事了我 亲自去接 张成光却摇了摇头道 不去酒店 就在你们这吧 娇姐一愣 随即尴尬笑道 大哥 我们这条件差 您要是没安排酒店的话 我帮您推荐一家 就在村口 房费199 还干净卫生 韩静美好气得道 你啰嗦个毛啊 我兄弟就要在这干 你不愿意啊 愿意愿意 你想在这也行 娇姐赶紧点头哈腰 然后扭头 对夏慈悠小声叮嘱道 闺女 你把客人带你房间去吧 记住千万要做好安全措施 夏慈悠小脸一红 懦懦地点点头 这就准备带着张成光出去 哪知道 娇姐却扭扭捏捏捏地拦住去录道 大哥 这个 这个钱是不是先付一下 张成光一拍脑门 转头冲着韩静道 老韩 我身上没带钱 你给垫一下 说完 便跟着夏慈悠 从后门处去了 娇姐赶紧给两人让路 然后舔着脸走到韩静跟前道 大哥 韩静已经快要郁闷死了 心想这个老张还真是有异性没人性 他妈的干那事的钱居然还要自己垫付 这叫什么事啊 但抱怨归抱怨 他还是从怀里掏出钱包 抽出一张建行的储蓄卡 晃了晃说 没带现金 刷卡刑部 这片属于村民自建的私房 楼门之间距离极近 临街的一排门面几乎全是法廊 而后面则是一间间排列整齐的小屋子 有砖石结构的 也有那种简陋的铁皮房 夏慈悠的待遇还算不错 带着张成光左拐右拐来到了一间小平房内 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 除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客桌之外 还有个简陋的书架 上面整齐的码着书籍 粗略一桥 几乎全是关于高三乃至大学入门的教科书 而且看其成色都是旧书 大叔 你先洗洗吧 夏慈悠抬手指了指放在床边的一个红色脸盆 此时里面正装着满满一盆清水 看样子似乎是刚打的 张成光却没有行动 而是仔细地打量起面前这个女孩来 就见她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材瘦弱 前凭后板的 一张小脸倒是清纯可人 此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不适应 还是因为害怕 表情有些扭曲 长长的睫毛也在微微抖动着 听老板娘说你叫慈悠 张成光问道 嗯 我叫夏慈悠 名字不错嘛 谁起的 我 我妈妈 她人呢 死 病死了 说到这 夏慈悠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她胡乱地用手擦了擦眼角 低声说道 大叔 你还是赶紧洗洗吧